圣诞和华人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性命同在 攻读圣马俄谷福音 那时候耶稣和祂的门徒们起身 到菲黎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 在路上他问门徒说 一般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你是喜子洛汉 也有人说你是厄里亚 还有人说你是众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又问他们说 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 波多路回答说你是默西亚 耶稣就郑重地舒服他们 不要向任何人谈到他的身份 耶稣便开始教训门徒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掌扰师祭掌和精师弃绝杀害 但是三天以后必要复活 耶稣坦然地说了这话 波多路便把他拉到一边 责怪他 耶稣转过身来 诸是这门徒 数字他们 数字波多路说 撒旦推到我后面去 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旨意 而是人的意愿 于是他召集群众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如果有人愿跟随我 就该舍弃自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 必定失去性命 但是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 必定救得性命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主内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 我来问你们一个 不是很聪明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两种选择 选好的东西 还有坏的东西 你会选什么 不想想对吗 直接是选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做好事 就是如果你有两种做法 对吗 去得到金钱的 一个就是打劫 枪杀其他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去赚取这些钱 你会选哪一个 当然是好好的过生活 去赚钱对不对 你不会跑到去银行 去打劫人家对吗 我希望你们没有这样子的异象 可是呢 有时候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被我们分辨了 让我再举给你们一些例子吧 要是我让你们选择两件好的东西 或者是两件坏的东西 任选一个 你们会怎么样选呢 如果是两个都是好的话 你们可能需要去分辨 两个坏的话 有可能你们也是需要去分辨 对吗 要不然 另外一个选择题 如果呢 你们知道 当你们做了某一件事情过后呢 出来的效果 虽然一刚开始是好的 然后接下来变得不好的 或者是另外的方法来说 就可能那个东西 一刚开始做的那时候 很考虑 很吃力 不考好 可是出来的那个月级是好的 你们会选择怎么样呢 通常我们都是说是看成果的 对吗 可是有时候 我们的视线没有那么远 你不知道到底出来的那个成果 将会是怎么样 怎么办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听天由命 对吗 就赶赶的去做 然后接下来就慢慢看到底情况 怎么样发生 然后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收获 如果是好的话 当然就恭喜你们了 如果是不好的话 让我们再想另外一个方法 去解决那个问题 今天福音里面 我们的门徒们就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耶稣问的那个问题 一般人说我是谁的问题呢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 那个问题里面对吗 包含着很多很多的意义 还有东西是耶稣想要他们选择的 从第一眼看来 门徒们给的那些答案 就感觉上是 好简单 我自己本身都会 可是如果你在那个场景的话 你可能会说的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对吗 让我把你们带到去当时候的历史 还有地理的一些处境 让你们去了解 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子问 然后耶稣问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提示 就是今天呢 我们耶稣还有他门徒们取身 到达的这一个小村庄 也就是在菲利伯的凯撒利亚附近的一个村庄去的一个地方 菲利伯的凯撒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 你们这有多少个人曾经去过圣地的 有吗 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个地方呢 即使有的话应该也是不大记得了 对吗 好 让我来给你们讲述一点点的小故事吧 当耶稣问这个问题那时候 你觉得他是在什么的情况下问的 他是在一个神的大殿前面问的这个问题 那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呢 就是以前希腊人还有罗马人敬拜的某一个写神 判神 英文我们称之为pand the godpand 如果你们没有读过希腊还有罗马人文化的书籍的话 你们可能对这个神完全一点印象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这个神长的是这样子的 他长着半个山羊身 也就是他的腿对吗 是山羊的脚 然后呢 他的身体是人的身体 脸是人的脸 可是呢 他是有两个脚的 也就是羊脚 他呢 也就是呢 旷野 还有 牧羊人的神 也是呢 美酒 还有音乐之神 是跟世界世俗的一切事情有关的一个神明 所以当耶稣问这个问题说 你们 说我是谁 他其实 想要门徒们 做一个这样子的比较 我跟他 有什么差别 而且为什么你会说我是Mersia 的那个观点那里来出发 所以这里呢 我们的波多路就给了一个十分美丽的答案 你就是Mersia 哇 想想亮亮的 可是呢 耶稣那时候就做了什么 他说 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个只有你们知道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 他的门徒们 想到的那个Mersia 并不是耶稣 想象中的那个Mersia那样子 为什么 他的门徒们 觉得Mersia来临之时 是要推翻罗马 还有希腊人的 政治上 而来的Mersia 是来去除 这样子的世俗政治问题的 而且呢 并且呢 帮助他们这些贫困还有穷的人 对吗 可以得到人生中的一些钱财等等一类的 可是耶稣来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子 为此呢 接下来呢 我就会带到你们来 来到第二个提示 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语 他呢 叫他们 关于到Mersia的事情 完全一字不提 可是呢 对他日后 将会被遭遇 杀害 拒绝 被启示之家的故事呢 反而 他在那里 大师宣扬 还有教训他的门徒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两个十分大的对比 一个呢 是十分荣耀的一个Mersia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就有一个正在受苦的Mersia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选择题 到底你要选择荣耀的那一位呢 还是不荣耀的那一位 第三点呢 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那时候 是发生在什么奥基过后呢 上几个礼拜 你们读的星期天的读经里面 察觉到什么 我们神父们已经讲了 接近六个星期 同样的一个道理了 然后你们也读了 同一个福音好久了 你们觉得上几个礼拜 耶稣所行的奥基 是什么样的奥基呢 五饼二鱼的奥基 一讲了 就讲了六个星期 长对吗 听到你们耳朵都开始 要掉下来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得到了一件事情 当 若望福音里面提到说 他当时候跟随他的那些人民 已经去接耶稣 觉得他说他自己是生命之良的话语 是十分难的 那么今天呢 你将会看到另外一个场景 门徒们 也是耶稣亲爱的宗徒们 将会面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好 现在呢 你们有这三个CLU了 对吗 我们就开始来进入正题了 我们 得到了 一个这样子的启发 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们 你们觉得我是谁的那时候 他说我是默西亚 然后接下来呢 波多路 当我们得知了这样子的事情 对吗 当你看到波多路去谴制耶稣的那时候 被耶稣骂的那一刻 你觉得波多路的心里面 正在想着什么 他说 不 你不可以说 受难的这些东西 会吓坏门徒们的 然后更何况是呢 当他停止 或者是叫耶稣 不要说出这些东西那时候 他其实心里面 他的思维 已经背叛了他 你觉得 我们这些十二宗徒们 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他真的是默西亚吗 不是的 他们是为了名誉 而去跟随耶稣的 所以很多福音里面的故事 章节就提到了 我们整个十二宗徒里面 所做的杀事 就比如说 耶稣谈完了这些事情过后 在他的后面呢 就开始议论纷纷的说 到底谁将会是做老大的 等等的一些问题 就完全的忽视了 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地 所以在这里对吗 我们知道了 波多禄 还有其他的门徒们的 心里面已经背叛了他们 他们就很像之前 跟随耶稣的门徒们那样子 首先因为面本而跟随他 然后过后呢 就曲解了他 他们选择 不是选择了耶稣 耶稣所讲的十字架的 还有天主思维的道路 反而选择 贪神 自由 喜乐 的态度 所以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们 要的是喜乐 要的是 永不止境的音乐 美酒 女色 等等一类的快乐 反而 耶稣的这个道理呢 实在是难以消化 你是要想说 你们这里还跟随着耶稣的 当我说 你们遇到难题时 就是在你们背起十字架的那一刻 你们会信服口服吗 当你们受苦 当你们看到其他人受苦那时候 当你们正在背着那个十字架 觉得那个十字架十分繁重之时 你会对耶稣说 我还是会跟随你吗 很多人 在这时候就会拒绝他 因为这不是他们 来变成基督徒 天主教徒所要的事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呢 透过这短短的故事里面 我们得到了十分多的启示 跟随耶稣 并不只是像今天 圣雅各伯所说的那样子 只是我们的原语 跟随他而已 我们真正的是要背起 我们的十字架 而去跟随他 而且呢 跟随他呢 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 一 就是我们要超脱我们自己 第二呢 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第三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跟随他 照一个正常人来说 我们是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你如果可以享受世界的 豪华富贵 我讲得好激动 然后呢 选择另外一个 跟着耶稣苦苦的 做一个真正经经的人 你会选择哪一个 不择手段去得到豪华富贵的生活 对吗 在这里呢 一个正常人会选择哪一个 可是你们这些不正常的 就要选择耶稣了 而且呢 不只是要选择他 还要选择像他样子 思想 思考问题 所以 当我们跟随耶稣之时 我们其实也是要跟随他 一起牺牲 一起受难 而唯独这样子呢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天主 也就是天主 一刚开始 把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个肖像 我们此时呢 会变得更像他 会更远离魔鬼 还有撒旦的面容 所以呢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结束这个讲道之前 我想要与你们分享 圣世之罗网说的一句话 他说 所以若是不想要寻求 寻求天主的 耶稣的十字架 你就不会寻找到 基督的光荣 所以呢 为此我希望你们 要选择基督的光荣之时 也要选择 他的十字架 因为唯有这样子 你们才会变得 越来越像 他的人 这是一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能够提供 为什么我说? 我提供了三个问题 首先,在设计中, 在这里的位置 Caesarea Philippi 是一个位置传统的国家的国家 陈� bicara kadın 在那里丁迁,metro和一样看 ему阿德 还有 motor典剧不理工 konst 人的数字 Hannус马 hit 最大事典的电影 来看 因为,如果 enf机,究竟跟我漏人 这一点 还有,距离 相当icas When Jesus asked this question, it happens after the multiplication of bread. And in most of the account, especially in that of John, we know that some of Jesus' disciples have left the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 hard teaching. And this question too, that is of today, will cause the apostles to ask themselves real questions, genuine ones, so that whether their motive of following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true or no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deeds of Peter and also the message of Christ himself. Christ has always tried his very best to conceal the miracles that he works. He asks all the bystanders and those people who experience it to remain silent. But when it comes to words,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suffering servant, he proclaims it on the top of his voice. So from here, we know one thing, that when the Messiah comes, it is not all this glorifying imagery of miracles and so on that he wants you to focus on, but his suffering self. And for here, we know that Simon Peter's action has betrayed him because his mouth proclaims that he is the Messiah, but his heart is for Pan and for Satan simply because he wants Christ's glory without the suffering itself. So the question that I pose to all of you is this, when we want to become like God, should we not accept his crosses too? So for this, I would like to end this homily with a short saying by St. John of the Cross that says, He who seeks not the cross of Christ, seeks not the glory of Christ. So I hope all of you, while you are seeking Christ's glory, seek also the cross and follow him.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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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